历时近三年,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完成了改扩建工程,于12月8日以全新的面貌迎接八方莱克,展览面积也从1000多平方米扩展到了4000多平方米。 据了解,整个展城共分为逃亡上海,避难生活,统舟共济,战后离别,特殊情谊,共享未来6个部分。 囊括了近1000件展品,十几个复员场景,通过161个鲜活的人物故事,讲述了二战时期犹太人如何逃离纳粹屠杀,如何来到上海虹口,中国人民如何和他们友善相处的感人故事。 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是以难民为主题的纪念馆,我们这个纪念馆是以人类的包容友善,救助他们为主题的一个纪念馆。 与以往不同,新馆整个展厅以沉浸式的氛围,带着参观者以听故事的方式,去了解这段历史往事。 参观者可以通过浏览影像资料,听犹太难民亲口说一说当年经历,可以通过一件历史文物,了解犹太难民如何从海上逃亡到上海,通过一个复原场景,指导犹太难民和上海邻居的生活环境。 在同州供给展厅内,一把看似普通的银色哨子是隔离区无声的见证者,这个哨子是当年犹太人保甲人员使用过的,他的捐赠者是一位曾经居住在上海的犹太难民。 已故共产主义战士汉斯米勒的儿子米德华告诉记者,为支持犹太难民的纪念工作,母亲将宋庆龄亲笔信等资料都捐给了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新馆。 因为那个时候犹太人没有地方去,没有一个国家接受他,但是呢中国接受了他,的确是非常感人,而且他们搞的一些很多新科技都在里面,讲得非常清楚,非常好,非常感人。 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馆馆长陈检表示,希望犹太难民纪念馆能为推动世界和平,创作美好生活助力。 此外,原本位于纪念馆入口通道的上海犹太难民名单墙, 此次也被整体移动到了扩建后的广场上。 名单墙设立初期,原本仅刻有13732个名字,目前名单墙上的名字已增加到18578个。 现在,名单墙上的最后设置有一块留白墙面,等待通过今后的史料征集,补上更多姓名。 名单墙上帝 Pamela